當你瞭解到器材裝備的特性的時候 你會用它 自然而然就 如魚得水 各位看到 你可以拿來監聽 你可以拿來做麥克風 你也可以拿來做 本機的收音 它總共有兩種收音法 一個就是本身的全項 再來你可以利用家裡的耳機 介入收音 這個Smart麥克風配合iSteady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我們來做一下跟蹤 按下去之後它就進入了跟蹤的狀態 我們可以邊走邊直播邊走邊錄影 那直播目前是不行 直播目前它這個軟體並沒有匹配到直播的軟體 所以只能夠做錄影播出 那如果說是一些律動老師要做這些律動式的這種直播的部分呢 我們待會幫你們做適當的安排 那如果覺得構圖呢 有一點偏高 上部空間留的太多有點難看 利用指尖滑鼠 然後呢在上面選擇目標追蹤 目標範圍的追蹤 選好之後呢 框你下巴到胸口的這個範圍 下巴到胸口這個範圍 你的構圖會比較正確 這點要稍微注意學習一下就可以了 沒有什麼太大的困難 那我們呢 這邊呢準備好了這個直播的收音 所使用的是Smart Micro Plus 那這個麥克風呢 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它距離 不管10公尺以內 它都可以清晰收到聲音 那不會像手機本身的麥克風 大概有效距離大概1.5公尺左右 就會變得很小聲了 好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裝備呢 可以做走動式的介紹 那再來我們需要做到 律動的教學的時候呢 我們只要把定點找到 定點找到之後呢 按兩下 好 定點找到了 那麼我們要做的是律動的直播 那律動的直播要追整個人的話呢 可能在這個操作上 要稍微再注意一下 因為高度還有範圍的關係 那我們找一個點 然後把它做好 看看能不能做到全身 如果是橫構圖的話呢 人就會變得很小了 可能要考慮改成直畫面的一個布局 然後來進行追蹤 好不好 那現在收音先交到